中道自然医学专辑 这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周医师、王丰医师所共同录制的 这一集是第四集 我们要谈的是泛致病症、ADD、过冻、妥瑞症、亚斯伯格症等等 那我们现在这里谈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儿童少年的精神疾病 就是包括这个几种 有时候我们觉得精神疾病好像不大好听 所以一般上都是讲情绪障碍 情绪障碍 可是呢 在比较学术来讲应该叫做泛致闭症 就是有些是轻型的致闭症 有些是重度的这样 那我们有时候讲致闭症啊 情绪障碍好像都听起来都不大好听嘛 那我们就讲ASD ASD就是犯自闭症 英文叫做Al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这个就是犯自闭症 自闭症光谱叫做ASD 犯自闭症 那这个犯自闭症 其实啊绝大部分都是有异常脑坡的 异常脑坡 那么有些人有没有异常脑坡 那基本上这种小朋友呢 这种人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有异常脑坡的人啊 他可能临床并没有症状啊 他只是稍微注意力不集中一点点啊 比较顽皮一点啊 比较调皮捣蛋一点 大家都不认为什么问题 父母亲不认为有问题 然后呢老师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不会写联络簿啊 人际关系稍微差一点 可是也不怎么样差这样 那可是到了有一个某一个程度呢 就会被列为这个 嗯觉得好像真的有问题哦 老师说你这个小朋友有问题哦 我们就会想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通常都是综合性的情绪障碍 很可能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 有一点注意力缺乏过动症 有一点亚斯伯格症 有一点妥瑞症 甚至有时候我们叫做非典型自闭症 好那么到了典型自闭症就是很严重了 不过在这里要提的一点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比较不去谈亚斯伯格症的问题 因为亚斯伯格症 通常这个患者都会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过动 或者有一点丑瑞症等等 我们比较少用到这个做临床诊断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呢 就是不用药物的疗法了 前面都有听过 前面我们一二三集 我们都有讲的很多 其实我们大部分所谓的泛致闭症呢 跟所谓的成人疾 精神疾病 其实都是可以致意的 那什么叫做ASD 儿童少年的情绪障碍呢 其实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是定义 ASD是一种脑部神经细胞过敏的疾病 过敏炎穿破这个肺泡 肠烈膜 血脑脏壁 进入脑内 引发脑内发炎跟不正常的放电 如果用这个EEG 3DEEG 就可以测到异常脑波 在治疗上呢 只要抽血找出这个过敏炎 而且阻断不要再吃它 再吃多一点 维他命F3啊 多糖体啊 L-glutamine啊 等等 使到这个肠肉肥肉脑肉修复 以及使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修复 就可以得到改善 甚至是痊愈 当然了 我们这个不要说是基因异常 先天这个脑伤的 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案例之外 也就是说 这个肠肉肥肉脑肉 引起的这个脑细胞受伤 自立神经受伤 会引起这个ASD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说法 有关这个详细的基转呢 大家可以参考那个情绪障碍 自然疗法原理第二集的地方 我们讲得很清楚 不过在在这一集里面呢 为了要维持这一集的完整性 我们还是会稍微提了一下 这样 我们就先开始看看肠肉症 肠肉症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呢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以把这个蛋白质 把它放行进到身体里面去的 我们吃 我们吸收的只能是这个氨基酸 如果有一天这个蛋白质跑过来了 这个叫做肠肉症 肠肉症 肺肉症又是怎样呢 肺肉症就是说 过敏炎啊花粉啊蚌啊猫毛狗毛啊 进入血液里面啊 叫做肺肉症 这个是我们的白血球 白血球就是我们身体的军队嘛 大家看到这个坏人来了啊 敌人来了就会跟他攻击起来啊 然后产生第一型的免疫反应 还有第三型的这个免疫发炎反应啊 放出这个细胞 塞脱肺细胞素 过敏炎到我们身体里面呢 我们的白血球就起来攻击他了 好像强盗碰到警察 警察就开始打坏人了嘛 然后产生这个发炎的这个症状 就是说 过敏炎跟这个白血球 在什么地方打仗呢 那里就被受伤了嘛 就像这个异味性皮肤炎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这个战争可以发生消化道 发生在消化道 呼吸道 甚至道 泌尿道 皮肤 这个ASD的小朋友 他的这个战场 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中枢神经啊 所以就是脑漏症嘛 脑漏症就是过敏炎呢 突破这个血脑胀壁 跑到脑部了 跑到这个脑部 跑到脑部以后就造成脑部神经的这个发炎 脑部神经发炎 脑神经里面呢 本来很多这个神经细胞的啊 密密麻麻的神经细胞 他的神经细胞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神经体 这个神经的轴 过敏炎如果跑到脑部白血球啊 macrophage 即时细胞也会追过来啊 追过来 他平常是不会来到神经里面的 现在白血球 macrophage在脑组织里面 跟过敏炎打了起来 让这个脑细胞受伤啊 就好像强盗跟呃 跟士兵打呃 跟警察打了起来啊 周遭的东西受伤这样 那受伤以后的这个神经细胞呢 就放出这个救命脑婆啊 放出脑婆 这个13个hz以上的脑婆 好脑婆传啊传下来 所以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啊 妥瑞症嘛 他就是脑部过敏啊 脑部过敏 因为他这个叫做妥瑞症啊 妥瑞症就是脑部有不正常放电 引起这个肌肉收缩啊 当然他有大部分是 诊断妥瑞症的时候 通常是指比较没有什么情绪障碍的了 然后总是也就是脸部的这个抽筋 因为他吃了牛奶蛋啊 小麦黄豆这些我们叫地雷食物啊 地雷食物跑啊跑 跑到脑这边来 跑到脑这里开始发炎了 这里发炎 所以他就会整个脸就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可是我们只要停止吃这些东西呢 他这个脑细胞这个发炎的情况 就好很多 这个异常的脑波就变正常了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 病 这个TICS啊 这个妥瑞症就好了起来这样 脑神经细胞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哦 他会自己修复 只要我们给他脂肪酸多糖体氨基酸 他可以修复 好 这个是Oligodendrocyte 寡凸细胞 他是修理这个Axon的 麦琳垂效用的 我们神经细胞受伤以后呢 他会传导不良啊 传导不良 传导不良呢 就会造成很多症状 在修复以后整个就好起来 脱瑞症其实占相当多的比例 像这个人他就是一直在动 你看他有这个异常的脑波 两个礼拜后他就正常了 你叫他再装出以前那个样子 他就装不出来了 所以他以前那个脑嘴巴在动 那个不是在装的 再来就是看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 我们有这边有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 就是常常被12岁一个女生 常常被老师写这个联络簿 说你的小孩子上科不专心等等 同时他有很严重的过敏 过敏的很严重 那他睡觉呢 小孩子通常比较不会失眠 可是他妈妈观察他 就是一边睡觉一边打哈欠 还有就是睡觉会磨牙 翻来覆气 有时候会翻到床下 甚至有时候会梦游 会讲梦话等等 这个就表示说他真的是睡得不是很安稳 所以我们一个小朋友 我们问了以后呢 发现大部分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子呢 都是不是说睡觉一觉到天亮的哈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治疗以后呢 他很快的就改善了症状全部都改善 也睡得很好啊 老师也也写联络簿说啊 你女儿变乖了 变得很好啊 很乖巧啊 很听话了 成绩也有最后几名跑到前面去了哈 那这边他的脑波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这个叫做相对正常的脑波 脑波哈 不但能跟别人比 只能自己跟自己比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12月29号的脑波 这个12岁的小朋友跟1月26号 差不多差一个月左右哈 他的脑波整个就变量了哈 整个β波就变成高很多了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正常的脑波 这个表现都正常嘛 这个以前是比较异常的脑波 讲到注意力不集中哈 我们还要来看这个 我们的蔡凯咒医师哈 他在他的部落格里面有分享 对他是国泰医院的骨科组织医师哈 因为他的小 他的小儿子啊 有这个很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上课不听课啊 呃不专心这个之外呢 回到家哈 都不想写功课 你一直在旁边盯 甚至拿到鞭纸在旁边 事后哈 他到晚上睡觉前功课哈 还是做不好这样 那我们跟他抽血呢 然后检查发现牛奶啊蛋啊什么哈 小麦很多这个地雷食物哈 我们就用我们这一套疗法跟他治疗以后呢 他变得很乖巧了哈 功课也写得很好 蔡医师说 他说以前是不认真写功课的 现在哈 他变得很乖了 然后 呃放 放学回去哈 自己写好 有时候爸爸下班回来 他会跟爸爸说 爸爸我 我功课已经做完了 还来邀功啊哈 所以说变得很 非常的这个乖巧 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是 过洞 这个小朋友很好玩啊 他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呢 他只是说眼睛痒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其实异味性皮肤炎看起来也不是很严重 当他到了门诊以后呢 我们就打开电脑 我们习惯上都先看老婆嘛 一看老婆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跟他说 哎 你小孩子有过洞哦 他说有吗 我小孩子很好啊 只是顽皮一点吧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 你小孩子是会不会在学校里面都没有办法停止啊 他说对啊 在学校里面 别的小朋友 上这个上幼稚园 别的小朋友都在上课啊 只有他小孩子整个幼稚园在跑 回到家里也是进不了 一直动啊动啊 到动摸摸吸摸摸 跑跑跳跳 一直到累了 才倒下来睡着了这样 我们跟他抽血发现 他蛮有重度的过敏 还有牛奶蛋啊 很多很多 我们这个叫做不设防 我们推测原因可能是他常常去被开这个类固醇 抗生素吃到整个肠胃道都都完全这个叫做身体不设防 吃什么就过敏什么啊 我们正常来讲是应该像这个抗体不要这么多吗 他什么都有抗体 我们跟他治疗了差不多两个月啊 他整个就完全脑坡就完全变正常了啊 他这个5月15的时候是这样 7月10号是这样 那么第一次到我们诊间的时候呢 这个小朋友啊动个不停啊 滑鼠他也要摸啊也要摸电脑啊 然后爬这个诊察床上上下下没有一刻安静的啊 到了两个月后变成很乖巧了啊 小鸟依人啊 也不吵啊 不闹啦 会跟人沟通了啊 那妈妈说了啊妈也说了 他说已经不再乱发脾气了 以前动不动就躺在地上就挂挂叫就大吵大闹啊 现在也都好了 几乎完全正常了啊 只是我们发现他讲话的速度啊 好像太快 有时候咬字不大清楚而已 不过父母亲已经觉得很满意了啊 再来就是提到一个7岁的一个自闭症啊 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子呢 他有过动 又有注意力不举 又过动又自闭症 他其实父母亲说啊 他只会讲两句话 就是要跟不要啊 你问他就要跟不要 他什么都话都不会讲 那他第一次到我们诊监的时候呢 就跑上跑下 没有一刻安静 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过动 这个小朋友 他小时候是试管婴儿啊 用爸爸的精子 被人的卵 母亲是没有卵是找不到 同时他们是早产儿了 怀孕七个月就生产了 这个就叫做先天不足了 那我们测他的脑坡 你看6月3号是这个样子 非常的过动 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过动脑坡 当然也有过不动的了 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子 很多都脑坡过低 他是过高 我们测出来呢 就发现他是蛮重度 还有牛奶啊 蛋啊 还有这个很多很多食物 都是过敏的非常严重 连米饭啊 小麦 黄豆 很多主食都过敏了 好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治疗 就是半个多页 他的脑坡 整个就变得好很多 好很多 这个脑坡 看起来就好很多 可是呢 父母亲说 他过动比较好了 也开始会讲话了 会讲话到什么程度呢 陪同他来的一个老师讲 他说他被小孩子的表现 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怎么说呢 那小孩子本来都不大会讲话的 会讲要不要这两个字 可是那天 安排他这个上台领奖 给他一个奖励 那他既然跟老师说 他说叶老师 我不敢一个人上台领奖 老师听了吓了一跳 从小这么多年 不会讲话到小孩子 怎么会开始讲话了呢 后来老师第二次回诊 他又跟我说 他说 他有一次就故意问班上的同学 你们每个人都讲讲看 你们有什么心里觉得最困难的 既然这个小孩子自己棘手 这个姓甘的小朋友 他说老师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会写字 结果所有的朋友都 同学都给他拍掌 给他鼓励 他觉得很神奇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 我们不只这个患者 我们也经常被小孩子的这个 自闭症 或者一些一些 一些很异常的 很短数期间变好 我们常常被吓到 这样 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这一套的这个 自然疗法的理论了 我们是根据了几百个这个很严重的这个 这个ASD的小朋友检查 我们发现说大部分的几乎全部的这个自闭症患者呢 犯自闭症患者都有一场脑坡 可是有异常的脑坡 不一定有症状 就有的人叫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是我们做脑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有临床有异常的脑坡 可是他并没有被认为有症状 事实上他是有问题的 所以脑坡异常是结果不是原因 肢力神经异常也是结果不是原因 正正的原因呢 就是肠肉肺肉脑肉 过敏烟跑来跑到脑部啊 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 同时我们这边要提出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脑坡来做鉴别诊断 看这个人到底是ADD ADHD还是土瑞症 还是非典型自闭症 那比方说我们用看下面的这个几个脑坡 你就知道了 这个像这个土瑞症的脑坡 他这个土瑞症很严重 当他发病的时候脑坡非常异常 等到他没有异伤脑坡的时候 他人是很正常的 这个小朋友他情绪上完全正常 他只是脑管那个运动的肌肉 运动肌肉运动肌肉运动肌肉运动的肌肉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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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也很多 它也是牛奶啊 蛋啊很多东西不能吃 再来看的一个自闭症 真正的自闭症的这个脑波 你看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很严重 这个脑波很异常 这个脑波 他跟这个自闭症的脑波 几乎快要一样了 快要一样了 这个是自闭症的一个小朋友 这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呢 他的脑波也是非常的异常 非常的异常 这个异常的脑波 事实上跟这个 土瑞症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加以气氛的 两个异常的脑波 两个人异常的脑波 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他这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呢 也是牛奶蛋啊 很多很多东西 过敏啊 他米饭是可以吃的 小麦黄豆不能吃的 这样 好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过敏炎 跑到脑部嘛 自闭症过敏炎是跑到这里 这个土瑞症是跑到这里 引起这个脑部不正常放电 像这个ADHD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经由这个脑波的形态 来判断他到底是哪一种ASD 所以只能够跟自己比 接下来就是谈到这个亚斯伯格症 亚斯伯格症是一种被认为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 是一种泛自闭症的障碍 这个种人主要就是社交困难 他的兴趣很狭窄 跟重复特定行为 可是他的语言啊 跟认知发展几乎是正常的 那这种人其实还蛮多的 我们认识的小朋友里面 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 他就是喜欢植物 他我们经过一位叫王才义 这个中心大学教授的一个鉴定 他跟我讲 这位小朋友他的这个植物学的知识啊 虽然只有这个国中程度 他是国中生 可是他的植物学的程度啊 几乎跟教授博士一样高了 可是他对别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他只有对植物学有兴趣 所以这种我们测他的脑波啊等等 智力神经看起来也都是有过敏的 再来呢我们就是要提到说 泛自闭症跟皮肤疾病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是结论是认为说 皮肤跟脑都发自 从那个外胚层来的 泛自闭症越严重的话 皮肤的症状就越少 皮肤症状越严重的就比较不会有自闭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卵巢 这个是疏卵管 这个子宫 卵是在这边受精 受精后七天就跑到子宫着床了 这个是胚胎25天的时候 这个是42天的时候 就已经成人形了 那人在19周的时候 差不多四个多月才变成 才像这么小 可是我们人在15天胚胎的时候呢 像花生米那么大 就分成外中内胚层 外中内胚层 外胚层凹下来呢 就变成神经 这个变成神经 这个两边变成皮肤 就像这样 这是一个外胚层 神经板凹下来 这个变成神经管 这个是表皮 神经跟表皮 皮肤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起初 这个脑 这个前面就变成脑 后面变成脊椎 然后呢 它是 起初都是神经管 所以我们皮肤跟神经 是连在一起的 在临床上呢 我们发现说 这个皮肤 发的越严重的 情绪的障碍就越少 像这个 小朋友也是这样 像这个还是一个台大博士班的学生 他从小就过敏的很严重 他身体几乎 没有一片皮肤是好的 可是他的情绪非常稳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就是皮肤发的很严重 这个情绪反正好的 我们这个 在统计上 好像并没有说 有什么学术论论在统计 这个是我们亲自的观察 我们发现 尤其是典型自闭症 严重自闭症的小朋友 大部分过敏情况都很少 尤其是没有皮肤过敏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步的这个研究结论 再下来我们来谈谈看 ASD 泛致病 泛致病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有人说是遗传 有人说是胎儿期 有人说是后天 然后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先天的话 基因是没有办法预防 子宫内是可以预防的 原因如果发生在这个出生后 也是可以预防可以改善的 所以到底泛致病症 跟基因的关系怎么样呢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结论 我们知道有一点这个叫做 父母亲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小孩子得到这个 这个泛致病症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遗传 然后真正的遗传 就像那个什么射盲 有一些这个血有病等等 是比较确定 那我们人在胚胎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在15天 25天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候 脑部开始发育 这个是九个月大的胎儿 这个是刚开始发育的 这个 这个脑 这个是三个礼拜的小胎儿 那么 19个礼拜是这样 这个是30天 这个是 两个月 60天的胎儿 我们讲说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一个人过敏 就两个人过敏 妈妈过敏 小孩子也会 胎儿也会过敏 妈妈生病 胎儿也会生病 因为为什么呢 胎儿是跟母体透过胎盘相连 营养是由妈妈来的 这个是胎盘 所以母体子宫环境不良呢 妈妈身体不好 就会 常常小孩子比较会有这个ASD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过敏炎 尤其是IgG 是会透过胎盘的 有些过敏炎 也有可能会透过胎盘 就是说 透过血脑脏壁 进入胎儿的脑部 引起脑神经发炎 我常常跟妈妈讲 就是说 哎呀 你这个小孩子 为什么一生出来 一个月就过敏 因为他在你的子宫里面呢 已经过敏了九个月才生出来 我们看看这个脑发育的过程 这个是三周 这个是三十八周 这个是人如果在十六周的时候 脑部发育异常 常常就会产生一种 我们叫major congenital anomaly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异常 好像说是无脑 或者脑部小 脑部没有发育等等 那么这个如果以后呢 十六个礼拜以后 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比较minor的异常 什么叫major 什么叫minor呢 这个其实这个界线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认为说 大部分的ASD 应该都是后天型的 不是先天型的 因为会改善嘛 大部分ASD 泛育异症都可以经由食物疗法 来得到一个让人相当满意的这个 这个改善结果 根据我们的观察呢 我们发现 凡是有ASD的小孩子 我们就问妈妈说 你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 认诚呕吐啊 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比例非常的高 几乎吐个五六个月的 很多妈妈一直在呕吐 小孩子 胎儿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营养啊 这个也是ASD的一个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 再来就是说 很多母亲 ASD的母亲啊 都有严重的过敏 这个也是其中 一个现象 还有就是 精神压力很大的母亲啊 尤其是上班族啊 妇女啊 事业很成功啊 小孩子生出来 其实很可能 有时候情绪就不怎么样 那因为胎儿 事实上 胎儿 他很小很小就会知道 妈妈紧张 他也在紧张啦 还有老婆 自立神经异常的母亲 都会有这个 剩下那个泛肢弊症 小朋友的 这个婴儿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说 药物干扰 打胺胎针啊 四管婴儿 这个情况更是严重啊 我们发现的 有很多的这个 呃 ASD的小朋友啊 都是这个 四管婴儿 嗯 那当然啦 这个四管婴儿啊 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嘛 其实我们也蛮希望说 我们国家研究单位啊 像比方说这个卫生署啦 或者健保局啦 还是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 应该研究一下 看四管婴儿 他所得到疾病的比例 看是 有有多少 或者是看这个 一些有反过来研究 有ASD 有自闭症的小朋友 有多少是有这个 四管婴儿这个 这个出来的 呃 我们当然不是在这里指责什么人啊 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问诊都会问啊 你这个是自然生产的吗 还是四管婴儿啊 根据我们的统计哈 比例是非常的高的哈 等到我们统计到 几千例的时候 我想我们也会来做一个这个发表哈 再来就是打胺胎针的母亲哈 ASD的比例非常的高 或者是说 反过回来就是说 很多ASD的小朋友 你问他母亲 有没有打过胺胎针 我这样看起来 大概是超过一半的比例都有 为什么要打胺胎针呢 几个原因嘛 最常见的就是出血了 甚至有一个妈妈很离谱的 她就是怀孕三个月就开始出血了 我们叫Treatment Abortion 就开始打胺胎针 一直打一直打 躺在床上 一直躺到身 小孩子生出来就是自闭症了 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我想说我们以生物学的立场来看 这个为什么生物会流血 这个妈妈会流血 就是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胎儿 他本身不适合成长下去 另外就是说 胎儿觉得母亲的子宫不适合他生长 上天就安排要他流产掉嘛 流产掉再怀一个比较健康的 baby胎儿 或者是妈妈的身体调养以后 再来怀孕嘛 所以说 这个这样的话 再来流掉 再来怀一个比较好 我们的站在这个 这个临床医师的立场 我们不是小儿科医师 也不是妇产科医师 我们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们发现还蛮多这个小朋友 甚至就是前面讲的 做这个试管婴儿 做了以后 妈妈一直要对婴儿会排斥嘛 小朋友就 这个妈妈就 由这个怀孕开始 就吃immuoran ciclosporin 免疫之际 类固醇 MTX 吃到生 这个对吗 这样正确吗 妈妈为了要怀孕 来去吃抗癌药 吃免疫之际 吃类固醇 这个在医学上 应该要好好地来检讨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发现 这个 有很多精神分裂 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 跟妈妈其实蛮有关系的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基因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妈妈 他来看门诊 他儿子精神分裂 家里还有一个自闭症 还有一个忧郁症 三个小朋友 他自己是SLE 自体免疫 所以我们常常问来问去 我们也不敢跟父母亲讲什么 因为这个父亲母亲讲什么 因为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 你怪妈妈也没有用 因为他已经五十几岁 也不会再怀孕了 那所以我们就就有时候就闭口不谈了 不过我们还是觉得 妈妈有内分泌疾病 尤其是自体免疫疾病的女性 最好是不要冒险怀孕生产 最好是去领养别人的小孩 这个可能冒的风险比较大 不然你生出一个小孩子 生出一个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生活的小孩子 你要把他养到七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这个这个令人 这个感觉非常不幸的事情 这样 还有呢 后天也是一个长肉脑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吃抗生素跟肋孤醇 因为现在啊 在我们的社会这个医疗体制里面 抗生素跟肋孤醇是广泛被滥用的 出生以后 就算他出生前没怎样 出生后 如果用了肋孤醇抗生素以后呢 整个长年膜破坏 会造成这个长肉症 变成我们的长年膜不设防了 吃什么东西就过敏什么 通常如果小孩子有好几十种 过敏食物抗体的 大概都跟这个有关 这个ASD怎么治疗呢 其实他的治疗跟这个 土瑞症是一样的 因为百病同源嘛 所有疾病的来源 都是长肉肺肉脑肉 就是精神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百病同源 当然就百病同疗了 不管你是哪一种病 哪一种精神疾病 所以这个脑肉治好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想要知道说 自然疗法的原理的话 请大家详细看第二集 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一律 都是定期测自力神经 测脑波 这个抗体 失误空气抗体 只要测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他维他命F3 多糖体 L-glutamine 氨基酸 Gaba 还有美离子 最后我们就是要提到说 这个ASD治疗的效果比较 我们最有把握治疗的 是妥瑞症 妥瑞症 对现在的医师来讲 他们可能会跟你说 这个没有什么特效药 这个不治疗也没关系 可能长大就会好等等 可是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觉得妥瑞症 因为我们统计报告还没有出来 到底是90%会好呢 95会好呢 还是99还是100%会好 我想我们目前大概认为有99%都会好了 那么ADHD 其实大部分跟妥瑞症一样也会好起来 当然有时候非典型自闭症 其实治疗效果还蛮好的 典型自闭症呢 这个就比较难讲了 因为这个案例其实也不是很多 因为有很多父母他来看过 有可能治疗了一两次 他就觉得好像不会好 他就不治疗了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典型自闭症 我们比较不愿意去谈我们的这个自豪的比例 我们只是说 根据我们的经验 其实有蛮多好起来的 再来就是癫症跟其他脑部解剖 生化血异常的话 这种气质性的病变 我们就不列入这个治疗的范围里面 很多人会问说 到底这个泛致壁症 治好啊 过动注意力不集中会不会再发 通常我认为说 不再发有几个先捷条件 就是说 你不要再吃抗生素 不要再吃泪固醇 不要吃到这些东西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 Omega 3脂肪酸 多多少少不要断掉 有些人说 吃这个花费太大 一个月要花两三千块 好像太多钱了 那你就两个月补一个处方也OK 那再来就是说 不能吃的东西要轮替使用 比方说你蛋过敏 以后你就不要天天吃蛋 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次 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半年过后 再来就是我们提到 那个自闭症的 以后指标是怎么样呢 所以说 我们初步是这样认为 如果一个是自然生产的 跟这个四管婴儿 四管婴儿以后比较差 如果有前兆性流产 跟安胎过的 以后比较差 早产的以后比较差 不曾有过正常行为表现的 以后比较差 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什么叫正常行为 比方说这个小朋友 胎儿生出来 就一直都不讲话 也一直都不看人 一直都是这样 到了三四五六岁都是这样 那这种的话 治疗效果比较差 可是有一些 他有过正常行为的 比方说 像我曾经碰到一个治疗效果 很好的 就是说 他曾经会叫爸爸妈妈 叔叔伯伯 很活泼 复案间有一次生病 生完病以后 吃了一大堆药 可能抗生素 类构菌吃很多 奇怪 怎么就造成这个过敏 脑漏以后呢 就变成就是不讲话了 就变成整个行为异常 我们认为这种后天 这种是属于真正的后天型的 曾经有过正常行为的 这个自闭症 效果是比较好 如果有一点点过敏呢 有一点呼吸道过敏治疗起来 会比那个没有过敏的效果会比较好 还有智力神经很高的效果比较好 智力神经低的效果比较不好 还有就是说 这个小朋友检测 如果什么都没有过敏的 没有抗体的 这个效果比较差 还有脑波低下的效果比较差 脑波高的效果好 有测到很多过敏抗体的呢 效果比较好 好像这个 像这个有这个异常的脑波 这种这种的自闭症效果 支起来比较好 那像这种有一个小朋友呢 他来的主述是说 他的小孩子不会笑 也不会哭 跌倒也不会哭 哇我们一测这个脑波就看 哇这个没有什么异常的脑波 只是这右边 好像是很低 很低 像这种的话 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差 他经过差不多 一个月的治疗 好像说感情感上方面 好像没有什么进步 这样 好 我们就是觉得 脑波如果是比较低的话 没有异常的话 是比较差 尤其是他没有对什么食物过敏 表示他不是脑落 可能是先天的发育的问题 再来就是最后就要提到胎教 就是说怎么样生出这个不会过敏的小朋友呢 就是说妈妈如果有什么病的话 一定要怀孕好 就是说要治好才能够怀孕哦 妈妈如果能够怀孕的时候不要上班啊 请假在家了啊 或者是我们的国家 能够给妈妈都这个 一赢假怀孕以后就放假啊 妈妈是呃 这个国家给给薪水了啊 当妈妈嘛啊 这个延续一个民族的一个一个 一个后代啊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啊 不然 妈妈一天到晚在紧张生出来 小朋友啊 有一些问题的话啊 那你后面花的钱会更多啊 还有尽量不要打胺针啊 不要做试管婴儿 当然抽烟喝酒啊 这个好 这个是是不用讲的了 还有就是煎炸食物啊 比方说还有反式脂肪 这些不好的脂肪 跑到胎儿里面 让胎儿做成这个脑细胞的原料 当然是这个发育会有差了 同时我们食物中的维他命F3跟 多糖体啊 还有这两个东西要够 那我们比较不赞成什么进补了 你去进一大堆补啊 买了一大堆东西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有用 我们是认为细胞颜料最重要 所以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啊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我们我们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这个的这个医师 虽然都不是精神科医师 也不是小儿科医师 也不是过敏科医师 可是我们会把这个过敏啊 精神疾病治好啊 其实我们就觉得 比什么猫都重要啊 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专 这个这方面所谓的专业训练 我们就没有框框了 只要对病人好的方法 我们都会接受 我们是一种创新的这个思维 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调控身心灵 怎么样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呢 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中道自然医学专辑第六集 就可以更加清楚 这样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重复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讲的 不是一个医学论文的发表 是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 跟社会大众分享 可能有人会认为说 你们reference在哪里啊 有没有什么文献可以参考 如果有人这样质疑的话 我很老实告诉你 我们是没有文献的 至于文献呢 写给全世界人参考的 是我们要发表的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在研究 只是我们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的累积到 可以发表的程度 大概再过两三年 你们就会在很多很多的国际期刊上 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个 给人参考的reference 我们最后就是要提到这个 我们用的3D立体脑波 这是一个全世界第一台最好的一个 EG台湾人发明的 这个脑波仪呢 其实它是可以3D立体 会动的 可以同步看到的 比方说你跟人吵架 或者你在讲什么话 你喜不喜欢 你的脑波都会显示出来 看你注意力有没有不集中 这个随时 甚至以后在上面还可以标上名字 比方说这个是假的脑波 另外一个是乙的脑波 你们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在谈事情的时候 或者谈恋爱的时候 看你的脑波表现怎么样 我们这里是脑波智力神经医学 脑波智力神经医学会 我们所有的资讯都完全公开 有人跟我们说了 你们这个疗法好像蛮特别的 可以申请专利 可是我们不认为这样 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完全公开 任何医师呢 你如果用我们同样的疗法 同样的处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跟我们一样 得到同样的效果 希望各位有兴趣做研究的 论文发表的 不一定一失 教育界心理界也可以 跟我们连续 我们非常愿意提供 所有的know how给大家 完全不保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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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